所有網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公文電視有話好說的主持人跟製作人陳信聰 我們在有話好說這個讀書會其實已經停了一兩個月 主要的原因實在是太累做不下去 所以從這個月開始 這個所謂的有書好讀的讀書會 有話好說就跟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來合作 一起來辦每一個月的讀書會 今天我們要念的這一本書 其實蠻有趣的 這一個作者也是有話好說的志工 經常幫有話好說做所謂的文字直播 關於所寫的這一本叫做扭轉新聞 從菜鳥記者到台灣好生活報的總編輯 作者是關於 關於是一位女性 超過40歲的一個女 應該還沒有40歲 反正她不是很在意她的年紀 因為她覺得年齡是一個優勢 其實關於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記者 她從十幾年前當記者開始 然後當了幾天 七天之後就對整個媒體環境有很深的厭惡 知道這整個結構出了很大很大的問題 當然她還是繼續做了記者幾年 可是之後呢她大概離開了媒體圈 但是她做另外一件更有意義的事 她創了所謂的台灣好生活報 中間當然停刊了一陣子 後來又再度的復刊 其實一個沒有收入 然後呢自己要負擔出差費 還有電話費 電話費其實是很恐怖的 這樣子一個龐大費用是很嚇人 而且那個loading是很大 為什麼她有那麼大的熱情 有那麼大的動力可以支撐她一路走過來 另外我們今天要好好談一次 獨立媒體在台灣究竟是什麼 而她又改變了什麼東西 包括說今天有話好說 我們在禮拜一所談的 是在苗栗所謂的土地被強制徵收的問題 為什麼有話好說會談這個題目 也是因為一些獨立媒體 在Facebook在鋪浪 一直傳遞這樣的訊息 這樣的訊息原本在主流媒體 全部都被封鎖 可是獨立媒體包括公民記者們 他們突破了這樣子一個媒體封鎖 把訊息一直的散布出去 而逼得公共電視必須要好好的面對 這樣子社會上真實發生的案件 今天要跟我們一起來念這一本書呢 不是作者關於 因為關於是非常神秘的一個作者 大概都不願意在主流媒體上露臉 所以我們請來另外一個 對獨立媒體 對媒體改革非常熟悉 也深入參與很久的 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關鍾翔 鍾翔你好 信聰好 你到底有沒有念這本書 我當然有念這本書 我是這本書寫這個推薦序 你是寫序嗎 對 我從這本書還沒有印之前 關於的文章 其實我之前就經常讀了 OK 怎麼看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非常有趣 當然如果你從他的這個 這本書的整個的這個內容上面來看 其實他談了很多的這個媒體的現象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在談這個 新聞工作者的一個自白 所以說我們在市面上看到很多有關於 這個新聞工作者的這個類似傳記的書 類似自白的書 他通常都是在新聞工作這個退休之後 或者是在新聞工作的年紀其實也蠻大的 這個之後他才會寫 然後大概就是類似像回憶錄 包括這非常有名的陸坑啊 或者是很多的這樣的一個資深的新聞前輩 那這個其實這本書其實不太相同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關於他本身的一個手記 這手記就是說他本身的雜記 他平常在剛剛去這個媒體工作的時候 他會開始有這個寫日記的習慣 然後也會把部分的內容是po在這個 當時的明日報的個人新聞台 就關於關於媒體改革這個新聞台上面 那是慢慢的累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他的這個部落格 或從他新聞台上面 看到這個記者的這種所謂的轉變 那這個轉變其實很有趣 就是說為什麼他會成為一個 對新聞有樂切渴望的人 然後他也到了一家 其實在整個台灣算是主流的大報當中 也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這裏面他其實有很多的掙扎 那最後他為什麼會離開這一本 離開了這一家媒體 然後自己去創立的一個叫 好生活電子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轉折的過程 我們來談談媒體的一些問題 好不好 因為他談到大員空案的時候 他去華航那個總公司 就你明明知道說 來的你所面對的這一群 應該是受難者的家屬 對 大部分之前的媒體都說 你兒子死了 或是你兒子在飛機上 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有什麼感想 這種極盡荒謬愚昧的問法 他講的一句話其實也被稱為經典 叫做是誰給你們践踏別人實體的權力 對 我想問的是有變好嗎台灣的媒體 我們現在幾乎沒有看到記者會問那樣子的問題 就是你的家屬這樣 你的感受是怎麼樣 這個某程度上面跟 我還是覺得跟整個社會的那種 對媒體的監督會有一些關聯性 就是最近這幾 特別是如果從一個媒體改革的這個歷史來看 最近這幾年 衛星電視他成立公會嘛 因為在民間跟當時新聞局換照的壓力之下 成立了公會 所以其實我們在裡頭幫他訂了非常多的 有關於這個所謂人權報導的準則跟公約 所以過去這種侵犯人權的這些問題 其實在最近這一兩年 事實上相對之下是比較少的 那但是我從這個事件裡頭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在剛剛談到的這個 是誰給你們践踏別人屍體的權力這一章裡面 其實這裡其實包括白小燕案以及大院空難的 這兩個部分 這兩個最主要的一個議題嘛 那白小燕這個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在唸 應該是在唸博士班 我如果沒有就在唸博士班 然後那時候我們參加一個學生社團 叫做傳播學生鬥陣 我們在當時就發起了一個叫做 抵制八大黑心媒體的一個活動 那就是說我們認為當時有包括像中國時報 或者是其他各家的媒體 包括民生報 他們就把這個所謂的白小燕的這個屍體 或是一些陳信心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畫面去呈現出來 那所以造成了這個後面有很大的 對於社會產生一些很負面的影響 那當時很好玩 就是我們在做外面的所謂的改革 所以當時其實就很多 像人本基金他們就發起了這個像大遊行嘛 對不對 就要內閣道歉 這個總統道歉內閣總辭的大遊行 那我們在這個 他家要踩在總統府上面 對對對就是用雷射光把它 踩在總統府上面 那我們在外面就發起這個 拒絕八大黑心媒體 然後我們也發起就一群學生 就跟一些老師 就發起所謂抵制廣告組的一些活動 那其實當時我們都會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所謂的媒體就覺得很糟 可是如果從剛剛信聰的這種談法 以及在這本書裡面 你會發現其實媒體工作者 在裡頭是掙扎的 例如說其實他也不冷靜 想要去問這個問題 那但是有幾種狀況例如說 他可能被老闆assign去 你要去問這個問題 另外一種事是說 可能是這個記者 他沒有任何的能力跟準備 他說現場他也不知道問什麼 所以他也沒有要問出一些 專業性的問題 那跑財經的叫他去跑空 對他當然問這個問題 其實也可以理解 可是問題是說 關於他不太一樣 就是他面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會回過頭來打電話 跟媒體抗議 我覺得這是一個 在這個媒體當中 例如說他在裡面 他就包括 他當裡頭就提到說 他看到這個中國時報 刊登這個事情的 然後有一些這個說明 然後他就去這個 打電話去跟中國時報抗議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很多的媒體工作者 在媒體裡頭 他其實我常用的一句型 就是勞文聰講的一句話 就是人可以做生生 沒有人去做生生 這不是說記者是生生的 也就是說一個人 如果可以去當神仙的話 他不會去選擇當畜生 那假設這個工作 是一種大家不願意去做的話 很多時候媒體工作者 他是在那個環境當中 他面臨到一個非常不同的狀況 我請教你一個 你剛剛談到說 關於是一個很奇怪 特殊的一個人 就是說他除了抗議不滿之外 他還會打電話 對 去那一間電視台 他其實也談到 在68也談到華視 那華視現在也是公光集團 不過是以前的華視 他講到華視的攝影記者 一個非常不好的作為 就是進入人家的新聞現場 而且就是嚴重干預 而且是很沒有禮貌的那樣干預 他打電話去來 然後到華視 痛罵這個集團 我想問的是 這樣到底有沒有用 如果說你今天看到 某一個電視台 報導是讓你很不滿很不舒服的 或是你看到報紙 很不滿很不舒服的 你打電話去罵他們 到底有沒有用 你接的只是一個 行政的小姐 總機小姐 你真的能改變這些東西嗎 我通常的回答會是這樣子說 我沒有辦法確定打電話有沒有用 但是我確定不打電話一定沒有用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非常阿Q式的談法 可是它必須是一個 你的不滿必須跟 化成行動 你沒有化成行動 你沒有辦法去檢驗這個行動 到底有用或是沒有用 可是在我們的經驗當中 我覺得有一些 蠻有趣的例子 不管是對於政治人物 或是對於媒體 我們經常會有一些 像例如說媒體官大基金 會有一些申訴的機制 以及會下載這個 所謂的電話的 complain的這種所謂的專線 然後它打去的時候 當然一開始會有 這種所謂的不太禮貌的回應 可是人一多的時候 他就會常常說 形容切到手軟 然後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回應 說上一節 可能對某個小孩的臉曝光了 那但是他下一節 這個臉會打馬賽克 那這個其實有時候 它不見得是一種叫做抗議 而是一種提醒 我覺得有時候新聞工作者 他有非常忙碌的 這個過程裡面 他會有一些 沒有辦法去注意到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觀眾 去做這個提醒的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就跟你講我的例子好了 NCC在一年多前 寒轉了一個觀眾投書給我 說那個觀眾呢 不滿我們太過批評政府 太過批評中國 然後講了太多台語 然後他投書給NCC NCC呢就來文照轉 就轉給我這樣子 我看到很氣很氣 什麼年代的 21世紀的 我還不能講我的母語 這是什麼道理 什麼道理 我不能批評政府 不能批判中國 所以我完全不接受 那樣子對我的質疑 所以那樣子的質疑 雖然他轉到NCC 再轉到給我呢 對我來講沒有產生影響 只讓我情緒 有一點受挫 或者是氣氛這樣子 沒有改變到我 他想要我改變的東西 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可是如果說他是很明顯的錯誤 譬如說過度暴露屍體 譬如說侵害他人的人權 譬如說把那個出版的兒哨法 把那種不應該揭露的資訊 把它揭露出來 一個人打可能沒用 可是30個人打 可能會改變一些事情 我覺得是會啊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他的確是會的 但是能改變多久呢 你一天兩天 一個月後又再斷了 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能改變多久 其實我以前對這種 所謂的打電話抗議 這件事情 這樣的事情 我並不是覺得 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我曾經用一個 我之前在廣告雜誌上面 用一個狀態來形容 這種打電話 就是打電話抗議 有點像打地鼠 我們去百貨公司 玩打地鼠的 有些地鼠冒出來 對不對 然後我們打下去 下一個地鼠又從別的動物冒出來 那所以你這樣會打不勝打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不是一個 單純的去打一個東西 那只是一個 一個可能就像你剛剛提到 是一個過程嘛 或者說它可能是 某種的方式之一 我的意思是有沒有辦法 把電拔掉地鼠就爬出來 對 所以有兩種 一種就是大家一起壓 那就跑不出來了 對不對 那就是比較更大的力量 另外就是電拔掉 電拔掉我不辦法談 這是一種在整個制度上面 去做一個比較大的改革 但是顯然目前沒有拔電的方法 對 或者是說對絕大多數的月天人而言 他沒有辦法去參與拔電的這件事情 例如說你要跟他談政策 我們要去說制度上面改革 可是對讀者觀眾來講 我就喜歡看好看的節目 或是我看節目的感受而已 所以他就可以用他自己 直接的感受去回應這樣的一個內容 我們來談一談 其實台灣的觀眾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是期待 所謂的媒體開放 解禁這一部分 然後可是後來我們也看到 的確朝向一個很不好的方向 媒體問亂啊 然後沒有社會責任啊 的情形很嚴重 所以有人選擇 像關羽這樣打電話去罵 有人選擇把電視關掉不看報紙 那可是呢 也有人選擇走另外一條路 對 叫做獨立媒體 我們看到關於他所創立的是 台灣好生活報 那我們也看到 所謂的那個小地方新聞網 我們也看到 在台灣一直做出很大貢獻的苦勞網 對 我們也看到很多社區的報紙的出現 我再請教你 這些所謂的獨立媒體 究竟只是一個滿足個人的欲望 這樣子一個實現自我理想的 曇花一現 還是他真的可能串聯起來 改變一些事情 特別是媒體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 現在如果你要談個別的獨立媒體 或者是所有獨立媒體 能不能夠達到同樣的 這種所謂的功能 恐怕是沒有辦法用同一個標準去看 因為它有不同的條件 或是有不同的議題嘛 或是說有不同的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它是不是叫獨立媒體 就可以達到什麼 其實未必能夠用這種方法去討論 可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一件事情 例如說 現在的新聞台的收視率大概0.5算高的 對不對 新聞台差不多 0.5 對 有些我看過這0.2左右 跟我們不相商 假設是0.2 0.2換成收視率百分點是多少 一節我說單一的那一節 4萬 4萬 對不對 那這次在灣寶的這個事件當中 引起這個社會關注的大暴龍拍的那個 當怪手進入稻田的這一則新聞 光是在Petboard的點閱率是多少 多少 十幾萬 啊 所以十幾萬假設一個點閱率代表一個人 比較樂觀的來看 從某個角度來講 這個新聞它雖然不是即時的播出 那不是大暴龍拍的 那是他們當地人拍的給大暴龍檢 OK好 那沒關係反正它就是一個當地的人拍過 是一個所謂公民的新聞嘛 對不對 它所呈現的是這樣一個數字 那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從這個 所以從這個量來講 我常常在想說台灣 到底還有我們所謂的大眾媒體 好就是大眾到底大到多大 大家都是小眾媒體 某種程度在新聞當中 我覺得都是小眾媒體 可能比較能夠稱讚大眾媒體 可能是蘋果日報啦 因為它五十幾萬事實上還算蠻多的 它收視率換起來大概是兩個百分點嘛 對不對 2到3個百分點 如果再那個轉月的話 那可能會更多 如果有大眾媒體大概就是蘋果日報 其他很多的新聞台 我覺得都不能夠算是一種大眾 所以從那個所謂的 所謂的觸達率來看 有些的新聞它的觸達率是可以很高的 OK 那很高的話 當它觸達率高的時候 它的影響力就有可能會去發生嘛 那當然就要看它議題的本身 例如說很多人就在講 這一次的這個灣寶的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大暴龍所剪的這部影片出來之後 開始有人就開始質問說 為什麼這個電視台都不來報導 對不對 那所以就很多人跑來我這裡說 為什麼客家台不掉 然後說媒體觀察機會 可不可以出來做些什麼 然後我就在開始在Facebook上面 就請大家來打的話 一直騷擾我們這樣子 對對對 那所以我是怎麼樣 我是受到這次的報導 看到這次的報導的影響 然後我去發起了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你也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客台或是公司 有話好說是不是因為這個過程 而來做這事嘛對不對 那如果有的話 它影響力不就發生了嗎 所以我覺得很難用一個普遍性的標準說 它一定是如何 可是在某些至少在目前看起來 一些個案上頭 它是有可能產生一些效果 我覺得這樣比喻不知道好不好 就是說所謂的主流媒體 當然包括希望公司也叫做主流媒體 就很像一個聚光燈 探照燈或手電筒 它照出去的時候呢是希望觀眾可以看到 它想讓觀眾看到那個光源所造出的地方 可是公民記者或是獨立媒體呢 它也許只是小小的一個 不要講到螢火蟲 比較小隻的手電筒 當主流媒體都在照這裡的時候呢 這些所謂的獨立媒體跟公民記者呢 是照到他們認為更重要的東西 那也許有那樣的機緣 主流媒體會看到他們所造的東西 轉過來造同樣的地方 那就達成目的 可是這也是可遇不可求 你一年也不過發生幾次而已 對 也許一開始是幾個事件 那也許是因為 你這種談法是把這個所謂的主流媒體 跟所謂的小周媒體用分工 會不會有一天 大家其實不看那個聚光燈 而看手電筒 他發現那個聚光燈所造出來的東西 都不是我要的 我手電筒造出來的東西 是我要的 我會不會去轉而去看這手電筒呢 就好像當在談環保的事情 關心環保的人 就是不管是社運團或是農民 或是擅聚在台灣各地的人 大家發現主流媒體都沒有這個東西 它有沒有可能轉過來呢 一次也許是一個意外 可是如果是兩次三次 它會不會就是慢慢變成是 另外一種平衡 或是另外一種翻轉 或是另外一種差異的可能性 我再舉更早之前的熱聲事件好了 我覺得熱聲是一個最奇妙的狀態 怎麼說 你會發現在主流媒體當中 基本上來講 只要出現熱聲都是負面的 對 那要不然就是你是不報導不呈現的 可是你會發現熱聲的這個議題 其實它也不斷的透過各種不同的文化行動 或是所謂的另類媒體的方式去做 一個沒有被主流媒體所關照的運動 它居然可以帶出了五六千人的遊行 但是五六千人的遊行 是從哪裡知道這個訊息的 它絕對不會是打開報紙說 什麼時候要遊行嗎 對不對 而是透過了某種其他的管道 那你會發現 熱聲的事件有這麼多人上街頭 或者是彎保的事件開始 主流媒體因此 假設是因此而回過頭來做報導的話 或是它點閱率 大概所謂點閱率已經超過 某個時段的新聞台的收視率 那這個東西它會不斷在發生 如果不斷在發生的時候 那主流媒體它就必須要去思考 為什麼我不再成為一個主流 或是為什麼沒辦法成為一個優勢 你會不會太樂觀 我的意思是說 我當然是樂觀 只有樂觀才可以活得下去 也是啦 因為你是媒體觀察基金會的董事長 可是對我來講我其實挫折感很大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相較起其他的所謂的主流媒體 我們談了不少所謂的小眾媒體的議題 收視率每次都給我們教訓 也就是我們其實現在已經很清楚 也許明天我們再來檢視一下 我們今天談環保 然後談大普的收視率會這樣 我在想有0.8我就很高興 嗯 那我們大概以前一陣子大概都可以到0.2 到0.2啦 那如果今天這一集有0.08 0.08 我就會很高興很高興 腰斬再打八折這樣子 我的意思就是說顯然沒有 我的意思是那個小隻的手聽筒 照的地方 就真的是只有少數人在關心 嗯 某個程度上面如果你從這樣一個數字來看 或許是啦 但是我剛剛講 兩年多我的經驗都是這樣 對我剛剛講的是一個比較長期 起碼我們看到一些事件是慢慢去突破這一種發展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個影響力 或者說我們所care的它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主流 這個概念是在一個數量上面嗎 還是一個它在一個對的人 或是一個精確的audience上頭 我的意思是說 例如說我們常在講說什麼紐約時報泰伍時報 它的收視率它的月報率都不是很高啊 它的發想都不是很高啊 可是它卻是影響到一群重要的人 或是影響到一群對這個事情 對這個議題關心的人 恐怕我們再去談所謂的主流或另類 或者是談到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分類的時候 可能要更細緻的去做不同的討論 就是說它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帶起了更多的農民 對這個議題的理解 或是這個所謂的警覺 而共同的去從事某些的事情 它的影響力絕對比那個純粹的觀眾還要大很多啊 我們來談談媒體的出路好不好 我們把它分成所謂的主流媒體跟獨立媒體 換句話說現在顯然 大家對主流媒體是放棄的 就讓它繼續沉淪繼續墮落 然後大家繼續不滿 我還有一點點的期待 那獨立媒體當然大家對它期待很高 可是你大概也不太可能期待 它一下子從你歲變成是50歲的這樣壯年 出路在哪裡 包括主流媒體跟獨立媒體 哇這題目其實蠻大的 就是有出路嗎 你會看到那種改變的可能性 你是說出路是未來嗎 我覺得其實某某程度上面 它應該有很多部分可以去再做討論 例如說當這個社會的期待 有沒有直接的去回應在媒體身上的時候 這個媒體才有談改變跟不改變的這種可能性 那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力量 在最近這幾年是對媒體產生某部分的這個限制 那這個限制特別是在所謂的人權的侵犯上面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整個媒體的品質並沒有提高 可是所謂的做壞事 例如說什麼性侵家暴這種新聞 在新聞台上面你看的比例其實少很多 那這個其實是某某程度比過去是進步的 那所以這就必須要想的是 我不曉得如果從在商演商 就是說當媒體的主流媒體 所謂的主流媒體 當他發現他的收視率這麼低的時候 當他在發現他的收視率只有0.2 0.5的人在看的時候 其實代表是99.8 99.5的人不看 他如果想要做生意 那他就應該要思考到別的出路 所以這個出路恐怕不是觀眾來去幫他做思考去做選擇 我兩年前的想法跟你一樣你知道嗎 做了兩年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錯的 我本來以為說你看大化新聞也不過是最好到1左右 1大概就是20幾萬 然後那個2100最好也不過是0.7 0.8 也不過是10多萬 全台灣還有2000萬的觀眾 是可以我被開發的 所以我大概做了一陣子至少沒有1也有2這樣子 可是我還是只有0.1 可是你告訴我很多次說你的很多的 很多級的這個收視率超過大化跟 沒有沒有大化從來沒超過 全民開獎了 投家來開獎 全民開獎從來沒超過 所以其實你還到第二名或是第三名嗎 第三名第三名沒有到第二名過 沒有什麼好這個灰心喪之 真的嗎 我的意思是說有些時候他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我們來談公視好不好 因為我們大概一直跟我講說時間不多 對對對 他對公視大概也不是那麼滿意 說實在我們也知道說公視不是 能夠讓人家很滿意的一個媒體 對公視的問題出在哪裡 公視的問題喔 這談五天都談不完吧 最主要的問題 特別是公視新聞 戲劇那些就不要談 或是管理管理管理是大問題 我們下次再談 新聞的部分出在哪裡 我覺得公視新聞整體來看 其實相對於很多的主流媒體來講 是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一個一直在進步當中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就是 我不曉得就是在台灣常常會出現一種狀況 就是談嚴肅的問題 就把這個這個整個節奏啊 整個說故事的方式搞得非常嚴肅 可是我從來不認為一個談嚴肅的問題 就必須用很嚴肅的方式來談來討論 我的意思是說公視在這個議題的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在表現方式上面 做法上出了大問題 我覺得他其實應該有更多的 所謂的新三色也好 或者說更多的那種所謂的衝突也好 或者是更多的這種所謂吸引別人的點也好 用灑溝血的方式來談公共議題 我不認為他是不可以的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從一個所謂的 我要講的是表現方式 我不是說那個議題就是新三色的議題 就是一種灑溝血的議題 譬如說今天我們談環保大譜的話 就多弄點那種不公不義啊 然後農民被欺啊 那種盡量勾起人家的那種同情心 這樣的方式搞不好是比較好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啦 但是是不是很好的方法 得要看那個議題本身而定 但是我要談的是說 你要讓別人進入到你的議題 你必須要那個過程 OK 如果當別人都不想看的時候 你的議題是白推的 就不應該坐之一手 對所以我覺得那個表現方式 怎麼樣跟社會溝通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問題還是出在哪裡呢 長期的公司不在意收視率的這個結構性問題 我覺得不在意不是單純的收視率 而是在於說我們說故事的方法 我的意思是說很多時候 我們會被公視給匡限 我常看到以戲劇來講 一個在商業電視台 戲劇的這個製作人 到公視去做戲劇的時候 他就非常就是非常公視 他就很自然很多的框框 就框在自己的身上 他沒有辦法施展開來 如果他可以用所謂的商業媒體 商業戲劇的表現方式來談一些公共議題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前一陣子公視的像 那年與不停國 我覺得他其實某種程度 他就很傻狗血 對 但是他其實談的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議題 對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 我想單純的從新聞 能不能夠讓大家想要看這件事情來看 我直接請教你 你怎麼樣看待公視 譬如說我們談說像是TVBS 動森中天 華視中視台視 這種叫做主流的電視媒體 跟像是那個台灣好生活報 然後那個小地方新聞網 苦勞網這種叫獨立的媒體 公視的位置你是把它放到主流這邊 還是獨立這邊 我覺得公視 我可以說您可以放多少期待在裡面 我覺得公視應該是主流媒體吧 是嗎 期待嘛 你講是期待嘛 但是它整個的市場佔有率是小眾媒體嘛 對 可是它應該扮演是一種所謂主流媒體的角色 那因為在歷史的過程當中 它被擺在一個叫做補充性的功能嘛 叫做補充主流媒體 補充大眾媒體的不足嘛 可是在很多時候 它應該是一個引導議題 或者是引導整個所謂的收視的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當然在現實上面 目前不是這個樣子 顯然我們離題太多了 不過我們再來談一談這本書 我想問的是說 也許你要叫民眾 一般的民眾 像關羽啦 像瓊裡這樣子 把自己的薪水通通都捐出來 然後來搞這種獨立媒體 我覺得這有點強人所難 因為這畢竟是極少數人才會做的 因為它擁有太大的熱情 其他人能怎麼做 也許我不要花太多的錢 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氣 我可以幫助這些獨立媒體 嗯 就是捐款喔 是最簡單的 如果你是要幫助獨立媒體的話 就捐錢 因為錢是他們最需要的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例如說這本書 非常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透過這本書的販賣 然後能夠讓好生活 電子報有一些基本的 這種所謂的經濟的來源 因為這本書其實定價不便宜啦 這本定價是350塊 可是它關於有特別強到的說 你不是只買這本書 你還買了贊助了 像媒體觀察電子報新聞 跟接下來好生活電子報 他們還要去請兩個記者 在台灣報出去報道台灣的好新聞 錢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錢當然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常常會對很多東西有期待 但是我們沒有行動 而錢可能是在所有的行動當中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是最簡單的 300塊 100塊 50塊 都是一種力量的支持 那要捐給誰 譬如說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都能認同 台灣好生活報 是一個不錯的獨立媒體 還有誰呢 總不能只是捐給他吧 我可以說捐給媒體官 不行不行 這樣子有徒利之嫌 我覺得 你可以捐給有話好說 剛剛還叫我捐給PN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看你認同誰 如果你認同苦勞王 當然捐給苦勞王 你認同像這個其他 像這個小地方生活 OK 電子包都可以去支持他 除了錢之外呢 有沒有辦法我不用花太多力氣 我也成為獨立媒體 我覺得當然是可以的 就是例如說 會寫部落格的人 他就有可能成為獨立媒體 會照相的人 他就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媒體 可是那問題不在於說 會寫或是會照相這件事情 是說你有沒有透過你的照片 透過哪文字 帶出一些所的你關心的議題 或者說是社會所關心的議題 有沒有去揭露 或是把一些東西是告訴大家 別人所沒有看過的 我其實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你那個轉貼轉記 這個動作真的很重要 像我們今天會談那個彎跑搭譜 其實就是太多人轉貼轉記給我 那我如果不談 我一定會 因為大家對你有期待 真的嗎 我覺得 好啦好啦謝謝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轉貼轉記不花成本 就是頂多一兩秒的動作 但是你會讓那個所謂的媒體人 他會有信息來源 或者他會有壓力 其實這個會造成一些改變 我覺得可能 除了轉貼轉記之外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多寫一行兩行自己的感想 我覺得把你的心情是放在 那樣的一個轉貼轉記的過程 我覺得那個大家會更想要看 更容易去感動人 對如果都是一樣的東西 大家就其實蠻容易抵抵掉 好我看那個 今天關於一定會很期待 你給他一句話 包括這一本書跟這一個人 你怎麼樣看待這本書 或這一個人 我覺得關於是一個很奇妙的人 就是說我們看到很多的媒體工作者 當他遇到挫折的時候 他不是妥協 要不然就是老跑 但是他選擇了另外一種 在持續堅守他的崗位的方法 就是自己去創立電子報 是一種獨立的 這種所謂的記者 在台灣我們也看到 越來越多的這樣的人 或是這樣的團體的出現 我覺得關於跟這些朋友 都是非常的敬仰敬佩的 可是我也要給其他的 像現在還在工作崗位上的 這些記者一些建議 就是說你可能還是要忍一下 忍忍忍 你比較大部分的時候 你有操縱議題的能力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去實現 你剛當記者最之前最菜的時候 那股熱情跟理想 我可以補充一句嗎 請請我都要結尾了 對對對 但是不要那個 換了位置而換了腦袋 那個理想要堅持 我也沒有換位置換腦袋 你要問你自己 應該是有 謝謝你今天在網路上收看我們的 有書好多 這是由公共電視 有話好說跟新聞議題 中心PN所一起合作的 這樣子一個讀書會 或許未來這樣的讀書會 也有一些轉型的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謝謝你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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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